7月2日,有网友曝光了一段杨超越拍戏的视频,画面中,他身穿淡蓝色古风长衫,头发盘起,与剧组的其他演员在演对手戏,杨超越的新剧造型曝光后,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,虫子和花千古一样,都是女主从傻白田最后蜕变成拯救三界苍生的英雄,此外,还要与徐正希上演一段诗生恋, 这剧情好像和花千古十分雷同,很多人都在期待杨超越主演的虫子能不能超越花千古,从目前的剧照来看,就遭到了网友的吐槽,不知道剧情会如何,从网友晒出的路透照来看,当时杨超越和徐正希正在交流怎样吃东西,不过杨超越这个造型看上去没什么仙气,目前来看,这也只是一小部分路透,后期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变, 大家都知道,赵丽颖是凭借花千古大红大紫,这部戏在当年创下了《收视神话》,她在剧中的精湛演技,还是收获了很多的好评,后期黑话表现的也非常不错,这部戏让赵丽颖走上了巅峰,如果虫子想要超越花千古,估计比较困难,此外,袁冰炎主演的《鹅流离》,这部剧也让她火了一部,虽然没有花千古那么大的火花, 但是,袁冰炎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,因为神似赵丽颖,还被大家称之为赵丽颖的接班人,两人的长相也有些相似,而且,袁冰炎还经常刻意模仿赵丽颖,蹭了对方不少热度,目前,杨超越的虫子正在拍摄当中,大家认为,她有可能超越赵丽颖吗?欢迎留言讨论。